负面情绪以一种负能量的形式 变成有形之物 预堵着我们身体的经络 如下表所示 不同的经络对应着不同的情绪 情绪是因经络预堵是果 反过来 预堵的经络会产生更多的负向能量 从而激发更大的负面情绪 如此循环往复 人体的身体状况就会越来越差 下面是不同经络对应的不同情绪 胆经的正向能量是 中正五思决断力强 负向能量是 焦虑较劲 欲堵时的情绪是 焦虑不安 优柔寡断 心神不宁 坚持想法 肝经的正向能量是 谋虑输泄生发 负向能量是 愤怒压抑 欲堵时的情绪是 窝囊委屈 负经的正向能量是 辅佐 辅佐 保护 治理 负向能量是 悲伤 忧郁 欲堵时的情绪是 担忧 紧张 保护 害怕 想不开 烦恼 大肠经的正向能量是 传导 排毒 存屋 负向能量是 懊悔 烦恼 欲堵时的情绪是 烦恼压抑 生气 生气 纠结 无助 悔恨 魏经的正向能量是 接纳 包容 消化 负向能量是 不愿意接受 欲堵时的情绪是 忧愁 怨恨 不接纳 不接受 不容纳 脾经的正向能量是 协调 存储 承担 负向能量是 抱怨 委屈 欲堵时的情绪是 自卑 消沉 消极 计较 害怕 不愿承担 心经的正向能量是 喜欢 喜悦 输血 负向能量是 怨恨 着急 瘾堵时的情绪是 委屈 生气 怨恨 害怕 想不通 赌气 小长经的正向能量是 悲悯 怜悯 负向能量是 窝囊 窝气 瘾堵时的情绪是 怜悯 悲伤 伤感 委屈 责怪 旁观经的正向能量是 智慧 智慧 选择 力量 负向能量是 恐惧 惊恐 误 随便宇 欲赢 云资 心包经的正向能量是 欢乐、愉快、喜悦 负相能量是压抑、亢奋 欲赌时的情绪是 无奈、亢奋、喜出望外、狂喜 三交经的正向能量是 轻松、平静 负相能量是 紧张、压抑 欲赌时的情绪是 着急、紧张 想快速达成或完成 尽快结束 情绪从何而来 情绪不是无缘无故生发的 所有的精力都会留下烙印 我们所经受的一切 看上去可能已经忘记了 但实际上这些精力 早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刻下了自己的记号 形成潜意识的一部分 一旦触发了其中的某个状况 这些记忆就会如同电脑程序一样被启动 导致情绪的发生 人对外界的接触来自于眼、耳、鼻、舌、身、意 一旦在经历中产生情绪 就会在心智中形成细胞记忆 也成为种子 在成长受教育和社会化的进程中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无意中受到外界的伤害 或者做了后悔的事情 以及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等 导致恐惧、憎恨、愤怒、悲伤、失落、怨恨 内疚、害怕、自责等情绪存在于心智中 形成思想的自我认知 进而因思想的导引再次形成情绪 产生能量淤堵 导致疾病或者加剧疾病 正因如此 即便有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人也会因为不自觉地 受控于心智程序的影响和作用 而很难改变自己的现状 并形成自我认知的思想意识 有什么样的思想 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与结果 而不同的结果 就形成人的不同命运 输到情绪 不仅是把多年压抑的话说出来 释放掉 更重要的是 以此来改变人的生活与命运 眼耳 鼻 舌 身意 这些感觉或者知觉器官 都是我们接受外界信息的重要通道 人的心灵结构 人的心灵结构也是有这些信息所构成 意是指意识 我们平常可思考 可判断 可分析的指挥中心 它接受 眼耳 鼻 所输入的信息 并做判别 研读 分析 运算后 做出行动的决定 但是我们不仅有意识 还有潜意识 就是那些我们意识不到 却作用于我们心灵的记忆 潜意识就像冰山隐藏在水下 看不见的那一部分 影响巨大 潜意识中所储存的资料 就是我们心灵的种子 具体来讲 就是我们全部的经历和记忆 潜意识只负责储存各种资料 其本身并没有判别善恶对错的功能 所以心灵中的种子 就像电脑记忆库中的档案资料一样 只要鼠标点击 就会打开程序马上运行 而且无论这些种子是好是坏 我们的内心都会认为 这就是本来的我 即便人的生活行为 常被这些种子所影响 也不自知 这种情况就像电脑 对一些病毒无法判断一样 只要指令复合 电脑就会打开相对应的程序并运行 然后导致电脑出现故障 通常情况下 当我们的意识很强 能使人处在理智状态下 对外在的信息进行各种判断 选择性地接收或者忽略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识会放松 有时候甚至会关闭 对大部分人来说 潜意识与意识是相对的 当意识很强的时候 潜意识就会关闭 当意识减弱 潜意识的通道就会打开 甚至增强 典型的就像人在昏迷的时候 科学已经证实 这时候人的意识会停止运转 已无法实现分析及判断的功能 但是人的潜意识却仍在运作 人还能看到周围的人 事物 能够闻到周围的气味 潜意识会把当时环境中发生的一切 都输入记忆中 储存为种子 更多的情况是人处于很放松 很开心 或者很伤心 害怕 愤怒等情绪中的时候 这时候人的意识放松 甚至沉浸在情绪中进入无意识状态 这时候人看起来是清醒的 但实际上意识已经几乎不起作用 潜意识会把当时的情绪 与外界的事物共同打包成为种子 日后现实中 一旦出现与种子中相同的人事物时 种子就会被触发运行 并以此做出认知判断和行为 人一旦启动了这些种子 轻则会堵物思人 重则成精工之鸟 由此人的生活 就会被我们自己潜意识中 种子相关的外在事物所左右 过去的事情在时间上是过去了 但是一旦在生活中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感到文件包中的要素时 当时的情绪就会被启动 或开心或愤怒或伤心或恐惧 这些情绪导致的行为 必定对结果产生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事物是与自己的种子相关的 所以当这些情绪甚至行为发生的时候 以为这就是真实的我 其实这个我是被不同的种子引导和限制着的 有的人即使知道什么会出动自己 有意识地在生活中避开 或当情绪被启动的时候努力压制 那不也是在失去生活的自由和能量吗 通过十多年的个案研究 我看到了过去的种子对人的影响 比如一个丈夫殴打自己的妻子 并在过程中不停地辱骂她 在这种情况下 妻子由于处于无意识状态中 所听到的话语和周围东西摔下打碎的声音 感觉到的身体疼痛 房间里的光照 丈夫散发出来的气味等信息 都会通过眼耳鼻舌深意 进入自己的潜意识中 以后一旦有类似的声音 气味感觉再次出现时 潜意识中的记忆会被唤醒 妻子会出现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 其实有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在生活中当孩子不小心打碎东西的时候 她就会很难受 会不由自主地像当时丈夫殴打辱骂自己是一样 会对孩子宠复这些行为 当情绪过去之后 她非常后悔 但下一次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她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就像我们常说的 一招被血咬十年趴井声一样 这就是出井生情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一次我在惠州做演讲时 谈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行为 很多都是来自自己曾经的经历 突然一位身材魁梧 脸色灰暗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士跑上台 她对我说 老师我突然想起小时候 我做军人的父亲 每次看到我不听话时 都是这样用手抓住我的头 往墙上撞 她一边说 一边用手抓起了自己的头发 做着往墙上撞的动作 眼中满是怒火 脸上愤恨无比 接着她将自己的头发掀起 让我看她头顶上的伤疤 我对她说 请你模仿一下 孩子惹你生气时你打她的样子 这时她继续握紧拳头 做出了抓住人的头发 往墙上撞的样子 只是这次她的脸上 不再有刚才的怒气了 我说 请你告诉我 父亲打你的时候你感受如何 有什么情绪 当时想对父亲说什么 她说 我非常害怕 也很恐惧 很想说 不要再装我的头了 我让她接着刚才的动作 我让她接着做刚才 用手抓住孩子的头发 往墙上撞的动作 并不断的重复 不要再装我的头了 当她重复到第六遍时 内在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刚才的平静变成了愤怒 到最后居然大声喊叫起来 在场的六百多人 在场的六百多人一下子就被这一情景震惊了 看着她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 生死力竭地喊叫着刚才那句话 我知道 我知道即使只是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但这对于她来说 却是难得的释放与解脱 一个人被压抑的情绪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释放 那么一旦遇到相同的情境 就会将那深藏的情绪再次激发出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遇到一些看似平常的事情时 却会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应 谁又能想到 早年经历中产生的情绪 会一直蕴藏在潜意识中 影响着自己的生活 自己被父母打过的经历 会如此完整地复制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更为可悲的是 作为家长 我们很多人还总是会为自己的行为 赋予爱的名义 经过释放后 她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这时我问她 现在你能理解你打孩子时 孩子的心情了吗 她说 她也是恐惧和害怕的 也很想对我说 不要再打了 我很害怕 她禁不住哭了起来 不同的是 她这次哭的不是因为唤醒了自己被父亲殴打的记忆 而是为自己的行为给孩子造成的伤害而自责 我为她的勇敢和觉悟感到欣慰 上前和她深深的拥抱 台下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共同见证了一次超越 一位父亲 以勇气成功地阻止了自己的不幸在孩子身上的再现 那天圆钉两个小时的讲座 讲了四个小时 结束时那位男士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现在全身轻松了很多 感谢老师 说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着类似的程序 很多人都会反反复复地在某个人生的点上一直努力 可最后还是走向了错误的结果 有的人只要别人说一点他的缺点 甚至其实只是提出建议 哪怕别人是用开玩笑的语气 他也会很难受甚至愤怒 有的人只要看到别人聚在一起小声说话 就会觉得是在说自己的坏话 总是在生活中疑神疑鬼的状态中 有的人一看到分离的场面 即使在看电影的时候 明明知道只是演戏 也会哭成泪人 看似是一个人的性格习性 其实都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种子 被触碰唤醒后所导引行为感受 共同展现出来的结果 这些一直过不去的障碍 不仅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烙印 更会毫无保留地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 或者是颈椎或者是腰椎 又或者很多女性的妇科疾病 甚至成为很多的慢性病 情绪对人的生命火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东方文化强调 忧心于淡 和气于墨 强调修炼 修心 修德 强调夫子得配天地 而有假之言以修心 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控制 抑制那些浮躁而激动的情绪 能够坦然地面对外在的一切 更好地保有自己的能量 当然也就会更加健康长寿 也正是通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 我了解了情绪形成的激励 才真正明白了古人所讲的消除情绪 走向至真至化的境界 最根本的在于我们的内在努力 这条路上 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内心 提升自己的思想维度 当人的思想维度提升的时候 看待事物的角度自然就不一样了 就好像小时候我们会觉得 难以接受的事情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看到了更多的事物连接关系 自然就会减少了对一些事情的执着 对事情有更多的见解和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找到那些存在与心灵中的障碍 将阻碍健康 事业 财富 婚姻 亲子等发展的种子有效地清除 这样我们才可以轻松上路 把我们的能量有效地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 以后即便再有相同的事情发生 生命也不会再轮回于过往的情绪中 就能够放下急切躁动的心 冷静平和地分析问题 处理问题 这种连续性的改变 不仅调节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转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生命走向更高的层次 好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